我们正前往卡拉罕泰普的路上 卡拉罕泰普是一个在过去三十年里 名声确起的地方 挖掘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 这个位于定居点边缘的巨大建筑群 有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其中这一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泳池区的地方 它旁边的地方是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一个区域 毫无疑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发现的戈贝克里斯镇 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但是从2018年开始挖掘的卡拉罕泰普 似乎改变了我们对戈贝克里斯镇的看法 因为这个巨大的聚集区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 几乎已经是制度化 如您所见的 好像可以说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称之为局部部落 这些部落可能住着五六族人 他们分成两种形式 大概12到13人可以进入一个部落 他们在这里举行聚会中 这些人处于聚乐的中心 以某种方式临着着他们的族群 如您所见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称之为局部部落 卡拉罕泰普最有趣的东西之一 就是这个叫做泳池的地方 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 有羊具形状的石头柱子上 紧接着我们会看到在它上面有一个头形状的东西 甚至它上面的蛇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们可以认为水或者一种液体 当你看到的地方流到这里 所以毫无疑问 这里曾进行过某种仪式 也就是说比如说小孩从一头进入 从另外一头出来就长大成人了 马上旁边一只小部落与主聚集部落相沟通 在主聚集部落的认同下 它获得了一个成年部落成员的称号 因此这里是我们从旧时期时代晚期以来 所知道的有许多仪式的地方 或者说聚集的逻辑 及集体生活实践 以某种方式得到延续生存的地方 无论如何 从今天的话来讲 没有集体劳动 是不可能见到这样一个区域的